哎 老公你回来了 来 换鞋 换什么鞋啊 来 还扫什么扫 客人来了赶紧倒两杯水啊 何总 我们的项目已经谈过很多次了 我们公司的实力你也是了解的 合同我已经带过来了 今天就想把这个事情定下来 您看一下 好 合同嫂子请喝茶 好的 谢谢 总总 我觉得你们公司实力非常雄厚 创业也很好 我很满意 我觉得 接下来我们可以合同 那太好了 感谢何总先生 那对合同 我们今天就签了吧 吵什么吵啊 你可怕你吵 平时吃我的 穿我的 用我的 连个孩子都在不好 骨灰放进去 不好意思 何总 他平时在家带孩子 不注意收拾自己 那你见笑了 天天 我觉得我们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了 一个女人 离开她最熟悉的地方 为你生儿育女 为你照顾这个家 让你在外面工作 没有后顾之忧 而你呢 不说了 哎 何总 你总不能因为我老婆 把咱们的项目搅黄了吧 这个合同 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再签了 哎 问中 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吧 一个年老婆都不知道认中的人 跟门口别的 而且我们的客户 大多都是女性 那我们又凭什么 把项目交给一个完全没有责任心的人来做呢 哦 对了 最后送你一句话 视女人为衣服的男人 迟早会让你老板 弟妹 女人啊 平时一定要多注重自私保养 人啊 只要用精神 心情就完全不一样 谢谢嫂子 女人啊 一定要爱自己 要学会打扮自己 没有任何人 是你永远的避风港 只有你自己 才是最后的避风手 帅 你好 请问你们老板在吗 你好 我就是 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 我想问一下 四个人在你们店里面吃一顿饭 大概得花多少钱 四个人 怎么也得一千多块钱吧 我看你们几个 也不像他吃饭钱的人呀 是这样的 我们兄弟几个吧 有个兄弟条件不太好 他张罗了很久 非要请我们吃顿饭 是啊 小店他还不愿意去 钱花多少呢 我们也心疼 我们也知道 他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 吃完多顿饭 估计半个月工资又没了 我听明白了 现在这社会呀 有你们这样的兄弟 可真不容易 说吧 要我怎么做 这样吧 老板 我先付你八百块钱 等一下 吃完这顿饭 我兄弟来结账的时候 你把剩下的收了 就说 这顿饭就这些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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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azine 志工 请问一下四个人在你们店里吃顿饭 有一朵 多少钱 四个人 怎么也得一千多块钱吧 老板 什么别的意思 我有几个好兄弟 他们平时都很帮我 我呢 就想请他们吃点好的 他们还总怕我多花钱 这样老板 我先付给你八百 一会儿结账的时候 差多少 你就说是这顿饭 好兄弟 我陪你 就算前方如果极曲 我们前面前 一起撞过去 哎 我说你们怎么骑着车 我们车停在这里都没动 你们还能撞上去 没事吧兄弟 大哥 实在不好意思 我真不是故意的 车都被你们挂成这样了 赶紧赔钱 行了 你先上厕等我吧 都怪你吹吹吹 要不然我也不会撞上去 这么好的车 你每天这么晚回来 你是把这个家当旅店了吗 是跟你说了吗 在加班 加班 谁知道你是在外面加班 还去外面鬼混呢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我现在要不努力赚钱 以后拿什么给你美好的未来 成熟 你成熟的让我恶心 我等不了了更等不起 我累了 我先去休息 今天是我生日 这里也忘了吧 我们分手吧 你这车挺贵的吧 你看这也不贵 没错 哎呀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感谢感谢 不用 我们该赔多少就赔多少 你疯了吧 你不会说就闭嘴 咱爸的药费还没凑齐呢 大哥 我去给你买两包烟 你在这等我一下 你忘成熟的等花 恭喜你啊 姐恭喜你啊 终于熬出口了 你终究是选择了生活 我也取了钱 我们都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故事的结局不就是这样吗 只是 只是吗 只是 我成正的没有你 变大 啊对了 这张卡有五万块钱 一马是一个 不用 你这个车钱我还没给你呢 是 你先拿着 我把你发的一样 回省掉手 哎 这项链什么时候买的 三年前的今天 是不是快了 哥你该不会放不下的是他吧 这么多年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呀 爱而不得的时候 再去爱 就太不明白了 可能最后爱的方式 就是不再去打 你没事吧 谢谢你啊 不用谢 我先走了 哎 要不留个电话以后 我有急事 有缘再见吧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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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找男朋友 还是 还是什么 你一丑小子还想跳舞的你 我就这样怎么了 哎 哥 刚刚救他救的我 兄弟 刚才谢谢你救了我妹妹 你走得急 包忘拿了 你看一下东西有没有少 这些都是你的 这 这是你的车呀 哎呀你怎么不少说嘛 你也没时间听我说呀 啊对了 刚才你说 要一个月给你五万块钱生活费 才继续聊对吗 没有没有 我开玩笑的 也不是什么大事 关键是 你值吗 兄弟 我们走吧 好 哎 哎 刚才 谢谢你帮我提委 那你觉得怎么谢我啊 要不 我请你吃饭吧 那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你还是 谢谢我妹妹吧 晚上 你们一起吃个饭 真的 什么 我愿意啊 愿意 愿意 记住 从小子已有春天 既然上了生活的贼船 那就做一个快乐的海盗